我们今天要来看,从家的身上学习四样东西 因为他是一个有个性的态度人,有些人一开始很好 可是到最后的结局是很惨淡的 比如说摩西和神殿对面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荒野 到最后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进入应许之地 我一直,我一生当中,我只求上第一件事情 到今天也让人心求,祝阿,让我开始好好,让我结束也好好 不要浪费,不要过一开始挂过辉煌 可是死到最后老的时候,要临死都是很凄惨很凄惨的 脸上也被吸绝了,我常常打包上帝啊,让我开始好的 让我结束的时候也很好的,阿们 我们希望每一个都这样,我看到他在家会服事 几年过后,他并不认识什么 可是我每次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伤痛 我们来从这个迦勒的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第一,当然跟我讲推荐 推荐 首先呢,我们看到迦勒,他非常注意神的话语 四十五年啊,四十,对四十年前的四十五岁 上帝讲的这句话,他没有忘记 他很注意上帝讲的那些话,所有的支配都是用抽签的方式来抽的 但是,他的不同,他的不同在哪里 他直接跟耶稣亚,耶稣亚,不要抽签,不要西波伦 第一,耶稣亚说,你凭什么要拿西波伦 每个人都公平的嘛,都抽签,都怎么样拿西波伦 你忘记了吗?四十年前,上帝应急我的西波伦 我脚太不利,是我的 这个人是有个性,我不要抽签 抽签你们抽签好了,我要就是西波伦 我一样要拿最好的 今天送给你,送给你一位神的百姓 你是不是像佳勒这样的? 上帝你要给我,就给我最好的 我不要吃太大事 这就是佳勒的性质,我要最好的 西波伦,以后我们会讲,为什么西波伦是最好的 等一下诊识给你们啊 so,他听到神的或语 他不只听到神的或语,他相信神的或语 然后他做出神的或语 你来来来,上帝都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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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公平 然后,他要上帝的或语兑现,这就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他非要西波伦不可 那么多地,你是不是那么多地,干嘛要偏向西波伦 比那些多地,他们是会来飞高的 我们来看,这个叶苏鸟为什么按,这个卡,这样为什么要拿西波伦 ok,我们去按,sorry,来,下来看 原来啊,在四十年前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来看啊 明书记有记载十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西波伦,在那里有 亚纳族,亚西曼,四塞,达阿迈 原来西波伦城被建造比埃基的所安城早七年 他们到了以十个个西,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只 上头有一锅葡萄,两个人又抬,抬着 又带着一些石榴和窝果来 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了那锅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 叫做乙石各股,它想想的消消,秀小的 真正目的,就是阿迷斯波伦的所在 为什么斯波伦这个地方还要? 因为啊,那个葡萄是用弹着回来的啊 葡萄,葡萄到外用的程度,要用弹的 也没有经过葡萄用扛着回来的嘛 我活了十十年了 我买葡萄 顶多辣椅子也这么大小哦 已经很大力了 可是他们讲 一过的葡萄是要用两个人扛才能扛回来 我两个人要扛 我最少要五十斤才能扛哦 加了 扛到 如果我要 我就要西国人 因为那个西国人就是宁乃 宁义成立 如果所有地都是有乃秘密之地 西国人肯定是有乃秘密之地的 有乃秘密之地 the best of the best 你明白吗 所以西这个 这个加勒 它是不一样的 就连上帝也这么看加勒 我们看上帝讲 讲真假加勒 为了我的主人加勒 因他有一个心灵 专意的跟从我 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 他的后遗 必得那地为也 所以没 所有的支派都派了完掉了 只剩下地位没登哪 还有犹大支派还没登哪 加的是犹大支派的 他说我要就是要这个西国 因为上帝应许 上帝讲了他没有忘记 有人说上帝 说我是帮助的 上帝不懂 不知道 可能说上帝而已 我可以走到 有了这样的态度 但是加勒不是这样 加勒说 上帝讲的 我一定要 上帝没说我不敢要 上帝讲的是要给我 就不客气了 有的人很客气啊 对上帝 所以 如果你跟上帝不会求最好的 一是你不认识上帝 他是无所不能的 二你 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贫穷 属灵的贫穷吗 明白 所以 这个人不一样 加勒四十五 四十年前听见神的火 他把神的火藏在心里面 四十年之后也没有忘记 等到分财产分价钱之后 他找艺术业 艺术业我要那个 有多少个人 还记得上两个星期 牧师讲的 大名 听到你把我告诉你啊 哈啰 所以 加勒是不一样的 难怪加勒说 他是专一跟 他是有意义的心理 专一跟中国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他就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是别人的事情 你们要抽签 你们要抽签 你们的事情 但是我要 我不是抽签的 我要希伯伦 希望你从这个 属灵的原则里面 学习到 你要上帝得到 上帝最好的 你要 你有什么条件去拿 加勒就是一个 上帝说他是一个 专一跟中国的人 他有另一个系列